有机米的故乡复礼乡近年发展强调让农业和大自然和谐共存的礼山倡议 自从启用位于罗山有机村内的礼山实义教室之后 也借着有机产地的地利之变 主打结合在地食材向外推动 更具复礼礼山精神的食农教育活动 有机米的故乍复礼乡近年来发展强调 让农业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礼山倡议 自从启用位在罗山有机村内的礼山实义教室之后 借着有机产地的地利之变 主打结合在地食材 向外推动更具复礼礼山精神的食农教育活动 今年卖上第25年 所以我们主要也透过这个银背信心的意向 也要告诉所有的游客 我们罗山有机村 我们的农民在这里坚持了有机耕作 25年我们会继续的守护这块土地 继续放回这块土地 就像银背信心的安慰 它切除环境一样的这种概念 设置在罗山露营区内的 礼山实义教室开幕了 大约有50坪的宽敞空间 未来提供给社区以及外地游客 体验客家 园民等不同风味 全由在地产生的食材 所烹饪出来的美食文化 希望串联地方农村发展农游 福利乡农会还强调 已经向农委会申请农村再生新农业经费 在十一教室运作之后 计划与邻近社区合作开发农业体验 并积极行销在地农特产加工品 记者高双双部一乡采访报道